我現在人在東京跟東京的朋友小玲吃飯 耶 我們第一次在日本見面 對齁 然後我就要吃 我最害怕的日本食物就是生魚片 嗯 好吃 不可以 他有孩子的日文怎麼講 小孩子 小孩子 好吃 欸 好吃 欸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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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玲 你是在日本不是有名的 你在台灣不是有名的 台灣吧 台灣喔 欸 日本有名的 我的名字是YukiUchino 請問我叫Uchi U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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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目標是Baseball 所以我比賽了 Baseball的技術 我的背面很漂亮 東京Rickshar 東京Rickshar 對 NitenMonGate was built 400年前 然後 並沒有建造 在Rickshar裡 你喝酒 真的嗎 吃飯 這很危險吧 沒有 沒有 你試過嗎 當然 當然 我來看 當然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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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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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英文嗎 你是日本人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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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Travel 身為台灣人 你去過台灣哪些地方 旅遊呢 這邊可能有一位 日本人朋友去的地方 比你還要多 歡迎我的朋友 小林賢武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一直以來13年 對 但是多久沒見 有點久 正式聊天吃飯大概超過一年了對不對 應該不止 兩三年吧 對啊 好久 上次是去拍照對不對 你幫我拍照然後寫一篇 對 對不對 你忘記了 兩年前 好我們 我跟小林認識很久 一開始是我們有去一個 海邊拍你想要去蘭嶼的那個 報名的影片 對 你忘記了 對對對 那個是第一次 對 他想要應徵那個蘭嶼的島主 對對對 沒錯 那你來台灣幾年了 今年就 五年 總共五年 滿五年喔 對 這麼久 那你的中文有進步嗎 應該有吧 有吧 你 你現在的那個臉書的文章都自己寫的嗎 對 那個是大概一般一般 我先全部用自己中文寫 然後朋友再開自然一點 喔 而且你會講台語嗎 台語 會耶 一點點 你要不要講哪些 跟大家講一下 你 想要 欸 等一下 你想要怎樣 來頂鍋機 哈哈 為什麼要學這種 這個 這是要吵架的吧 聽得懂嗎 聽得懂啊 對對對 你想要怎樣來頂鍋機啊 對 就是你想要怎樣來打架啊 而且是單挑的那一種 對對對 因為我們外國人就先學那種乾淨眼的學 哈哈哈哈 我知道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教 對對對 然後後來再 塞臨部塞臨眼 哈哈哈哈 然後後來 就學這種完整的 對對對 哦 嗯 好用嗎 嗯 用不到吧 有時候 欸 不會 應該說這種聊天的時候 喔 用得到 對對對 生活上用不到啦 嗯 不會 但是聽外國人講這個 也蠻可愛的 要怎樣 來頂鍋機 嗯 比較禮貌一點 沒有禮貌啊 你們日本不會這樣講吧 不會不會不會 對啊 就是台灣才會的啊 日本人感覺就講話都很有禮貌 對啊 像很多人認識小鈴 是從你是一個攝影作家開始 還有是你參加WTO姐妹會 那你在來台灣之前 做什麼工作 在東京的時候 我拍那個 日本的藝人 明星 欸 攝影師也是拍照 對對對 然後 清空打那個東京Skytree 裡面的廣播 水族館在幾樓之類的嗎 對對對 比如說有 因為那個人很多 對 參加小朋友 蜜鹿 然後我們用廣播說 誰誰誰蜜鹿了 對對 誰誰蜜鹿 然後爸爸媽媽 麻煩你過來 那你可以用日文講一次給大家聽嗎 好想聽喔 可以啊 好想聽喔 真的很棒 我只聽得懂一句 一樓的那個資訊處 對 一蓋就是一樓對不對 服務處 對對對 其他都聽不懂 對 還有傳播地我聽得懂 因為那個廣播幾乎都是女生 對 但是清空打他們的想法是 如果 男生講出來的話 因為比較少 所以大家 會注意聽 我 當時 2012年開幕的時候 就開始 第一個男生 你是第一個男生 對 那你這次發情了 新的書叫做 風起台灣 是用什麼樣的角度來做切入 因為之前是比較 用吃的角度對不對 這個地方是我想做 想自己的名片 我來台灣做什麼 然後裡面是拍台灣的風景 跟原住民的文化美食 然後台灣人的故事 四個字聽 但是新的 風起台灣 風起台灣是 都是用空拍機拍的台灣 對 我知道你買了空拍機 對 那時候你有過 很貴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那個 七波林 七波林 那個看見台灣 看見台灣那個導演 然後看完那個電影完之後 我想 看到一個目標是 我也 有一天 想做一個空拍機拍的 你看到了台灣 看到了台灣 然後這個是 這樣 哈哈哈哈 我也 這樣 這樣 翻開第一頁就嚇到了 真的很漂亮 這是在宜蘭嗎 30英尺 伊蘭的山 對呀 好漂亮喔 其實在宜蘭這個秘境 你真的開發了很多 漂亮的風景 像 你取名字的抹茶山 啊 對對對對對 因為我已經去台灣四年吧 對 然後感覺去過的地方真的蠻多的 對 比我還多 嗯 應該是 後來覺得空拍機的照片 就感覺不同的美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一個想記錄的台灣風景 空拍機它看到的角度比較寬廣 就不會只是人物的一些細節或幹嘛 它比較看到的是就是 整個你看不見的風景 因為其實你很 蠻少能夠有機會站在這個角度 看台灣的每一個觀光景點 大概一年左右 邊去旅行邊拍 這些照片都好漂亮喔 如果喜歡台灣的風景的人 真的可以買這本書看一下 或是你還不夠認識台灣 可以透過小玲的眼睛 從它的角度來認識我們這個生長的土地 你最喜歡的地方是哪裡啊 這裡面 蘭嶼 蘭嶼 你真的很喜歡離島耶 為什麼 我覺得 最原始的 最原始 的環境 然後 唯一有研究明的文化 道路 然後 嗯 星星很漂亮 因為那裡沒有光害 對對對 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那一個 一個 很夢幻的地方 你拍的照片都很夢幻啊 我沒有看過台灣有這樣子的景色耶 嗯 這個也蠻特別的 你可以到台灣的觀光局工作了 行銷台灣 滿適合 對啊 你就是 哇好多星星喔 雪山 你去的阿里山是哪一個線嗎 彰化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嘉義 啊 剛剛還以為自己很聰明 而且他差點被我騙了 你連石門水庫都拍這麼漂亮 對 桃園水庫 石門 你知道石門水庫還有個什麼意思嗎 是嗎 你知道嗎 就是 男生的拉鍊那裡叫做石門水庫 啊 你學會了 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有人說你石門水庫沒有關好 就是你的褲子拉鍊沒有拉 哦 是啊 對 因為那是你拉鍊拉下來會排水嘛 尿尿 尿尿就跟水庫放水一樣 啊 哎唷 我不知道 你學會了台灣人很愛講這個 日本的是下會的窗口 哈哈哈哈 什麼叫窗口 下會 下會 下面的下 不不不不 下會 是一個人 不不不不 好沒關係那個小林講話我聽不懂 應該是正常的 對啊 反正就是下會的窗口 對對對 好 我們回去再查是什麼字 好 我再上在畫面上給大家知道 可以字幕就回來 可以字幕就回來 因為現場聽不懂就沒關係 那你爸爸媽媽很鼓勵你留在台灣嗎 有 因為他們來過台灣 然後因為我媽媽是歷史的老師 啊 然後他那個311的 那第一陣之前我不知道台灣是 你一直從那個世界才知道 對對對 然後因為媽媽說媽媽是歷史的老師 所以他很了解那些日本時代的那個50年的事情 他知道台灣 對 然後媽媽說你去台灣趕台灣人 說謝謝一下那種 然後他來台灣的時候 我爸爸跟我說你現在不用回國 為了台灣你繼續努力 為什麼 算是還是年輕 還是年輕 有嗎 三十歲比我年輕啊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應該做的事情是 甚至還年輕的時候可以吸收記錄 就多做一些資料的收集 以後我年紀大了就可以 可能我重新再寫書 就是寫我對台灣的感受 又會有不一樣的看法對不對 解釋很棒 好那最近就是很熱門的討論話裡就是聊到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有其中一件事 我是水瓶座 你就是水瓶座對不對 對 你真的很奇怪嗎 我覺得蠻奇怪的 我也蠻奇怪 我也覺得 對因為你自己有寫說 你的奇怪的事情有 襪子的顏色長度不一樣 你也不在乎 不在乎 別人會看到 長度不一樣也不在乎 你今天穿的是一樣的嗎 因為今天有活動 所以他就需要真的穿好 來看小琳他今天穿的是一樣的襪子 一樣吧 一樣的一樣的 一樣的一樣的 很嚇到 今天真的是很努力 努力的這個部分 還有就是 穿衣服 穿過的衣服 換一面就等於是穿新衣服 怎麼會這樣 因為 這個是我覺得蠻道理的 哪裡有道理 而且去旅行的時候很方便 比如說你第一天要買這個衣服 對 然後你第二天 這個翻過來 因為 今天這邊要沾沾的 然後有可能是 對 衣服 但是 反過來沒有 反過來就 這邊乾淨 可是外面的線 裡面的線會跑出來 看得出來就穿錯啦 嗯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心情 抗心情 這就是真的奇怪的地方 媽媽不會念你嗎? 她應該不知道這件事情 如果知道的話 應該她會 對嘛 應該媽媽都會想說 你為什麼 衣服換一面穿 用不拿去洗 小林說在台灣待了那麼久 不懂得分辨阿姨跟阿嬤 啊對 這個 因為你們好像 沒有固定的那種 年紀的分線 是都是感覺吧 對感覺 一直去朋友的家的時候 她的媽媽做料 幫我煮料理 然後我跟她說 謝謝阿嬤 阿嬤 阿嬤做的料理很好吃 然後她說 她一直大小 但是她後來解釋 嗯 應該是她媽媽的年紀 不是阿嬤 對啊 因為是她的媽媽 所以要叫阿姨啊 啊 這個是我阿姨喔 對啊 我以為是比較像結婚的女生 都是阿嬤 我以為 應該是 但是我一次後來 對 知道那個 大家說 大姐 大姐 聽說大姐是最安全的 對對對 大姐最安全 對 然後我後來跟阿嬤說 欸小姐 她會覺得你不禮貌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 好難喔 好難喔 不是這種意思的那種感覺 不是不是 好啦 台灣就是這方面比較麻煩一點 OK 但小林的怪事就真的很多 例如她拍照也很喜歡露肚子 為什麼 有啊你很多露肚子的照片耶 不是不是 那是不小心的嗎 不是故意的 真的嗎 對 譬如說 因為我最近拍的那個照片是 剛好有風 對 然後風就這樣 對吹一個角落起來 好像說 這是什麼特別的穿法 對 不是這個是 我覺得台灣人的 廣場 台灣人看的地方 乖乖的 但是不只露肚子的照片 她還會 趴在地上 跟狗狗一樣 還有跟躺在露的旁邊 那個照片很奇怪吧 不是不是 我想聊天 這個這個 好好好 因為有狗狗的模範姿勢而已 對 然後 這個是在日本的話 一定沒什麼感覺 真的嗎 對啊 但台灣人說 欸這個是什麼姿勢 對怎麼會 你很喜歡躺在地上跟動物拍照 然後 有貓的有狗的還有露啊 對 後來那個台灣的朋友說 那個姿勢有點糟糕 有一點像那種 SM的那種 啊 有一點 台灣有這種意思 沒有這種意思 只是我們 不習慣看到 啊 我覺得你們的想像力太豐富了 真的嗎 嗯 歪歪很愛歪歪 我只是覺得就是很可愛 但是沒有人 這樣子的可愛 啊 原來如此 對對對 所以對我來說很普通的照片 但是留言裡面有很多說 欸 夏琳怎麼了 哈哈哈 我是覺得蠻可愛 對 我是覺得蠻可愛的 所以我再次推薦這個 奇怪的小林的這本書叫做是什麼 風起台灣 你自己唸一次 風起台灣 風 風 欸對風起台灣 風起台灣 其實真的我一直講出來 他們聽不懂我的風起 我知道聽不懂 風起 那你唸這一句 我想從老鷹的背上 呼看全世界發現台灣 好的 好 中國人很棒 字幕麻煩你 字幕麻煩你 我會上上去 好希望大家跟小林一樣 就是多多去認識我們台灣的美跟台灣的 好 傳播第一頻道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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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興奮的說好大 你會怎麼講 好痛的表情說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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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的表情 這個句子我想要學的是 你好可愛 我可以親你嗎 君とってもかわいいね kissしてもいい 這有點傻欸 有點傻 因為比較不傻的說法嗎 親的這部分有kiss kiss ju也可以 就是那個聲音 ju的聲音 juしたい 我想要跟你親 juしたい kissしたいです juしたい juしたい kiss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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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題目真的很亂七八糟 好 請問你的jiji有多大 哈哈哈 誰會問這個啊 嗯 jiji jiji jinko no okita wa doreぐらい jinko no okita wa doreぐらい jinko no okita wa doreぐらい jiji有一些說法是叫jinko 叫小孩子 小孩子 ji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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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較普通人會用到的 可能會比較說到那個 你的那個多大 你的那個多大 あれ あれ 那多大 我嗎 不是 哈哈哈 你要講我也是不建議啦 哈哈哈 多大どれぐらい大きい どれぐらい大きい どれぐら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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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きい どれぐらい大きい どれぐらい大きい 但是立刻就忘掉了 哈哈哈 我回去可能要看著這個影片然後念很多遍 請問你那裡多大 ねえ きみのちんこどれぐらい大きい ねえ きみのちんこどれぐらい大きい ねえ きみのちんこどれぐらい大きい きみのちんこどれぐらい大きい 哇好像真的在上認真的日文課 但是講很不正經的內容 呵呵 莫名其妙的 又是色情的問題 我可以摸你的雞雞嗎 哈哈哈哈 沒有講過這句話對不對 對 日本比較不會 不用語言他們用眼神 きみのちんぽさわってもい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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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わる就是摩 さわる さわる きみのちんぽさわってもい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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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摩 可不可以摩 好那我們把摩那個字換成別的動詞 因為有時候可能不只想要摩雞雞 就 那舔 舔 舔め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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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舔 舔 舔め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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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用眼神 那你用眼神怎麼講 就看感情嘛 就是 就是你用眼睛問對方說 你要跟我回家嗎 好 我用眼睛問你說要跟我回飯店嗎 那你說好 你會怎麼回答 眼神的教學 我們都學到了 但我還是想要知道 這句話日文怎麼講 日本比較不會說 不會直接說過外 就是 去飯店就是 已經是這個意思了 對 所以就 那說 那跟我一起回飯店 一緒にホテル行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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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不要一起去飯店 這句我可能記得最清楚 因為很好學 一緒に就是一起啊對不對 ホテル行く 一緒にホテル行く 你看我今天講最好的這句了 其他都講不好 剛剛的還記得嗎 剛剛的 不記得 要回去 我只記得 等我去日本玩的時候 我就會講這些了 我會回家好好練習 好那講到回飯店座外 那座外的時候 總會有很多形容詞 是必須得要用的 比如說對方好大 你說啊好大 你要怎麼講 大き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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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較man的感覺 很興奮的說好大 你會怎麼講 大きい 大きい 那好痛的表情說好大 啊出口 啊出口 不一樣的字耶 就一樣啦 都是好大 假設你是TOP對方很緊 很緊要怎麼講 很緊 你要用很緊 對方很緊的表情說這個字 笑什麼 很棒啊我覺得今天是一個很棒的演技教學 你看日本Gay片都學不到這些 好痛 給我一個好痛的聲音跟那個表情 太大力小力一點 衝得很 衝得太大力了 慢一點 不夠大力要快一點 反過來的 再來 這句我也比較記得 哈哈哈哈哈哈 好謝謝Joe教我這麼多的日文 那我剛認識你的時候就上個禮拜 聽說你很喜歡演戲 那剛剛我也看到了你一些表演的天分 能為出個題目讓你來表演 好不好 題目就是八天的上錯久的時候 會有哪幾種反應 那我們就來一起來看看 Joe的演技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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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幫你拍 沒關係 我直接喝這一杯 我覺得這個很好喝 好 兩杯 不好意思 這是什麼 我撿的 酒不是這一杯 我撿的是 倒換換一杯 沒關係沒關係 我直接喝這個就好喝 好沒關係 沒關係 好不好意思 好 在這個餅乾先去吃 剛剛不好意思 真的嗎 謝謝 不好意思 欸 什麼事嗎 沒事沒事沒事 謝謝 這杯是你點的破醋 破醋 對 破醋 我點的不是這一杯 我點的是 好好好 那我幫你去換 沒關係 這一杯留著 你再請我一杯 好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非常謝謝Joe接受我的訪問 教我們這麼多莫名其妙的日文 那也謝謝Hunt的場地提供 大家沒事的時候可以來西門町這杯喝酒 Hunt的地址是貴陽街二段七號 那喜歡喝酒的朋友可以常來唷 掰掰